戴利曾在军统立下三条铁硅,一条比一条狠,最后一条憋坏女特务。 在中国的情报史上,除了魏国军做出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总理和李克农等中共特科的同事外, 其实还有一个情报机构在抗日时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提供了诸多的情报,那就是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构。 这两大特务机构虽然臭名招着,但是在蒋介石利用他们抗日的时候,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其中军统更是贡献突出说道,军统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那就是特务机构的大头子。 戴笠戴笠是蒋介石最好用的情报高手,他所带领的特务在对戴甲戒石的对手上面,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不择手段, 为了自己的目的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这些都要归功于戴笠,对于这个机构的近乎残酷的管理方式。 他在培训女特务的时候,曾经定下了三个铁规,让许多女特务十分头疼。 第一条就是不许进入娱乐场所赌博这个规定,其实倒也算还是合理, 因为在那个年,在大家的生活质量都不是很高人们,不知生活匮乏人一旦学会赌博机,本上就会对钱产生强烈的需求。 一个特务,如果很容易被收买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特务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戴笠制定了这个规定第二条,是不许怀孕这一条就很残忍了,因为女特务即使是服务于军统的,但是这一条剥夺了他们当妈妈的权利。 因为戴笠觉得,一个女人如果怀孕之后,心就软了,而且执行任务,就不能做到敢于牺牲了。 有所顾忌第三条是不许结婚这一条是最狠的女特务,不允许结婚这就意味着女人只能一个人生活。